2018年7月26日19日,18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何贤君首部国产青春东华,昨日清空宣布延期上映的消息,醉了好多小伙伴的心,别急,惊喜来了。 明天7月27日,在电影园计划供应的日子,片方将组织一场全国唯一的展映里,展映的城市就是电影的原形地。 浙江兰西记者从影片出品方光线传媒了解到,明天昨日清空原著作者口袋乔克利、导演西超、出品人刘明等主创团队将集体两项兰西和影迷们见面并分享影片背后的故事。 要知道,全国只有兰西的电影院,可以在7月27日看上《昨日清空》。 为此,兰西恒电电影院当天昨日清空排片23场,时代国际影城排片30场,作为备受瞩目的国产青春盛名之作。 昨日清空在此前不仅获得了《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等优质国曼的力挺,更在上周末的首轮典映中,收获了猫眼电影高达8.7分评分,并以62.5%的高尚作率创动画电影典映记录,成为当日上映影片中场均最高的一部。 此次影片严党的消息已出,网络上有不少人留言称,自己看了点点,还想二刷支持。 还有网友表示理解,称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良心博慢,并会继续期待影片上映。 导演西超则坦言,此番延期上映是为了更加精益求精的。 做好第一部国产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清空海边自口袋巧克力创作的同名漫画,故事以1998年的蓝锡为背景, 讲述了几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产生的有关友情、暗恋、亲情的成长故事。 以蓝锡为背景,漫画作者口袋巧克力,原名工艺检,也是土生土长的蓝锡人。 这几个IP集结在一起,赚取了所有蓝锡乃至金华人的眼球。 口袋巧克力透露,此次将蓝锡作为昨日清空延期后唯一的展映城市,是蓝锡人民的热情得来的。 他也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也把家乡的知名度打出去。 光线传媒透露,此次映后影迷见面会,将集中在明天7月27日下午至晚上场, 在蓝锡恒店和时代国际两家电影院进行,具体场次时间如下。 一,蓝锡时代国际影城,13比1014比1014比4515,比2515,比4518,0018,3018比4519,比3520比202。 蓝锡恒店影城,13比1513比5014比1514,比501515比3018,比1019,0019,2019,4020比35。 你没看错,为了让主创们与更多的影迷朋友们见面,以上场次都会有应后交流,主创嘉宾随即。